除了春浪之外,在2月7號我也會去個新冬演唱會 然後4月7號會在春浪和正義場跟他見面 所以一連串的 今年也算是去年剛好沒有參加 然後隔了一年之後再次在春浪跟他見面 而且這個春浪表演當中 難得就可以帶著自己的Band 然後又可以帶著自己的Dancer 來給大家非常全面的 非常激情的這種很Live 很Raw的這種現場表演 我只是進歌日舞也會自彈自唱 也會跟有樂團的這個表演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每次有樂團跟陪伴自己的時候 我就會很開心 因為就是像個人演唱會一樣那種現場的表演 我覺得有Band 就好像自己可以進入另外一種Live演出的那個感覺 比較真實,比較High一點 因為現場跟唱唱會有一個不同的 我希望四月春浪的那種感覺可以是又變個樣子 因為春天嘛 春天然後剛好冬天結束之後 我希望可以給大家更比較清爽的感覺 所以可能搖滾一點,可能freestyle一點 外套可以傳托的 歌單喔 我希望可以這次歌單應該是就是以現場那種High為主吧 因為快歌比較多一點 然後因為現場來的朋友都是來自各個地方 來這邊玩 然後來這邊享受那個春天的那種感覺 而且其實就是春浪 所以我相信會帶來一些比較進歌熱舞的部分 然後在Live的時候可能搖滾一點 中節拍一點 我來不及安排 因為好像是下個禮拜就是情人節 然後就是 還是在跑通告 就是也不會講太多 就是也沒有太多安排 應該還是很正常的過日子 春浪嗎? 很多辣妹啊 我應該沒有什麼時間在街上走 然後可能就是跟自己的工作人員 跟Dance啊跟BAM的樂團 樂團的樂團一起一起玩吧 可能去海邊游了游 我自己也會幻想啦 但是希望有時間可以在除了工作之外 抽一點時間去去玩一下 去曬個太陽之類的 我平時不會去求這個什麼桃花 或者是求什麼 還是順其自己的心得一點就是 我覺得比較實在一點 在工作上面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去 去完成自己更多的突破 然後生活中的一些 都還是留給老天爺就是安排 就是自己不用知道太多 就是有什麼來就贏著去作戰 或者是去迎接去每天花好特技 先發表一下 就是你這次跟上次要怎麼改變 改變 春浪這期間是唯一獨有的一種氣氛 是個人演唱會加上那種校園 加上那種前唱會 全部合體在一起的那種氣氛 因為來的人其實大家都是很freestyle 那種獨家的那種感覺 來到海邊 對 然後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在現場能夠帶給大家音樂的真誠 是 音樂的那個很純粹 玩音樂的感覺 是 因為其實就是在我 比如說我個人演唱會沒有的那種氣氛 個人演唱會是那種 比如說施工於玩 對 所以大家都是坐著聽力好好唱 對 可是我覺得春浪有的另外一個就是一種活力跟那種奔放 對 那個是我希望在我這次參與春浪的時候 可以帶來給大家的 好 我會帶我的dancer來 是 然後我也會帶我的樂隊來 喔 所以是非常完整 非常高度一個非常完整的一種演出 因為我覺得是很難的一個機會 對 能夠看到不同的曲風 不同的音樂類型放在一起 大家都一起聽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要突顯自己應該是 比較大膽一點 喔 創作要再大膽一點 比較大膽一點 尤其是在那麼多的作品當中 700個 讓大家記著住 是 因為除了你唱得好之外 你要很清楚 你的音樂要做比較精緻 要讓評審留下深刻的影響 這個東西做得跟別人不一樣要怎麼做 對 要不就是很精緻 很多層次 是 要不就是很簡單 很純粹很感動 要參加這個春浪 那你知道春浪有很多的巨星喔 很多的天王天后 感覺如何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 就是站上這樣子的音樂季的舞台 所以很開心 可以跟這麼多喜歡音樂的人一起同台表演 因為其實我音樂比較多一點是電子的元素 然後可能在當天會準備一些band sound 一點的元素送給大家 是 概念 現在概念喔 可能就真的是 暫時目前想到的是 先去把自己的音樂做什麼樣的變化 那 那曲上面的變化 對對對 然後可能再想想看 可以準備什麼樣不一樣的曲風的歌 送給大家 是 所以還沒辦法透露是不是 應該是還沒有 真的喔 那你現在要記者裡面寫什麼 不是 我可能會花多一點的心思 在設計音樂這一部分 是 我覺得其實 就是我覺得每一個人對音樂有不一樣的詮釋 那其實只要把最原始的東西去發想去包裝 然後加很多自己喜歡的東西 做到完整其實就會有自己的風格 對